行了咱们看债权投资 债权投资是买什么 债权投资属于贪欲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它的合同流量特征是本金加利息 它的管控目标是收取合同约定流量 也就是到点收息到点收本模式 这个翻译成人话就是买公司债券 打算而且有能力持有着到期 这个公司债券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公司债券其实就是借条 你买公司债券就相当于把钱借给别人 你是债主子对方是欠账的 那么你这个债主子你核算啥 你核算你放出去的贷款 借出去这个钱 每年自生多少利息收益 每年我的本金是多少 什么时候收回利息 什么时候收回本金 这是你关心的 先看入账 买价减息到期没收息 加交易费 看这和短线相比多了个交易费 短线是没有交易费的 短线交易费是借记投资收益 咱们来个题 A公司20年3月1号买入B公司债券面值1000万 面率6% 19年初发的每年复息到期还本 假定该在19年底结的息拖到了3月11号才结 那请问你买的这个债券含到期没结息多少 一年的60万 60万 有没有没到期的线 有你31号买的 有两月没到期 这个的话不抠 不抠 只抠那个到期没结的 几十 60 抠完之后剩多少 1040 交易费多少 交易费是4 交易费4的话呢 债券投资的话 入账成本是1044 如果是短线的话呢 就是1040了 来咱们看一下 买价减去到期没结息60 加交易费4 1044 就刚才这个 如果是短线只有这个 入账成本怎么算呢 这样来 这是1044啊 你看我给你捋一下 他要求拆三名息 这是面值 这是包含的没到期的两月息 10 60的十二分之二嘛 这是最后的一折价 叫利息调整 这是应收利息 这是到期没结的息啊 这代银行存款 1104 短线怎么做呢 我给你写旁边 短线这么写 来看一下 如果是短线 搞这个债券投资的话 你的入账成本是1040 刚才你说过了 他只抠到期没结息 交易费是不让入成本 交易费放哪去 放这儿 投资收益皆方 然后那个到期没结的息 还是要算的 经营收利息60吗 但银行存款1104 看要会做对比 很明显不一样 来总结一事 首先说 作为债权投资来说 它的入账成本是 买价减去到期没结的息 减去 买价减去到期没结的息 加上交易费 如果是短线的话 是没有交易费的 再来 借债权投资 成本明显账是面值 这是包含的没到期的息 就刚才这不俩月没到期吗 搁的应激利息 来等会儿 这个应激利息啥时候到期 年底就到期了 需要做一个借应收利息 带债权投资 应激利息的一个转账 然后挤出来的是一折价 你看刚才这个是一价 在借放 折价的话都跑到贷放了 利息调整 这是到期没结的息 应收利息 带银行存款总数 搞定 这是它的一个数据的提列 债权投资和短线的核心区别 就是入账的交易费的处理不一样 下面我们开始讲解 有关债权投资的后续计量 前面我们说过 债权投资其实就是把钱借出去 你的身份是债权人 本身呢 你的后续关心的就是两件事 收息收本 它的主要的核算指标就是投资收益的测算和贪于成本的测算 来个题 20年初 甲公司买了个公司债券剩余期限五年定为债权投资 买价90万交易费为五 那它的初始成本就是95 它这个呢 没有什么到期没结息这回事 债券期限是还有五年 票面值是100万 票面年龄为4% 年息4万 每年末复息到期还本 画个图 就长这样 12345 每年票面息是几啊 4 到期 面值100 收回 走 限值95 连续中值限值的利率是2 2应该买到什么关系 4除以1加2 加上4除以2的平方三次方四次方五次方 加上100除以2的五次方等于九数 这是几元几次方乘 要解答的话 1元五次方乘 这个呢 得用内差法去算 这给了这个细数 我们待会直接用一声 首先设内涵报酬率是2 因为你是投资方嘛 叫内涵报酬率 你看刚才你整个的债券 你下边下了九数 你的回报是44444跟100 那么这个中值和限值的连续利率 就是内涵报酬率 它应当满足的式子是 4除以2加4除以2的平方三次方四次方 一直到104除以2的五次方等于九数 1元五次方乘嘛 2到底等于几 内差法怎么来呢 先把它脱解成 4乘以年金折现系数 P-A 斗号二斗号五五年期 利率是2的年金折现系数 100乘以P-F 斗号二斗号五 这样的话呢 等于95 这个总办呢 先带进去 如果2等于5% 把这个系数带进去 刚才有那个系数啊 这是那个5年期 5%的年金折现系数 乘过来 5年期5%的福利 折现系数乘过来 折现值是 95.668 它比咱的目标值要大 说明这个2蒙的少了 再多点 蒙个6%进去 再带进去 等于91.5796 比95小 这说明呢 我们要找的2在5和6之间 那咋整呢 内差法这么玩 看 其实就是把 1元5次方乘 换成1元1次方乘 2减5% 除以6%减5% 看着啊 2配这个 95 5%配这个折现 你刚才折的 95.668嘛 6%配这个 91.5796 5%配这个 95.668 经过测算 2约等于5.16% 怎么样 我们学会计的 把财管的活也干了 你最起码 你得知道 内差法什么原理 我们注册会计师 应该什么都会才行 但是原则上 考注会的这个会计的话 他会直接告诉你 内涵利益 一般不会丧心病狂的 让你自个儿动手算 但是所谓一记压身 在这的话呢 可以稍微的安稳一点 不用害怕他出什么幺蛾子 在这的话呢 能多学门技术 没坏处 知道吗 2约等于5.16% 来 咱们开始看第一笔分路 刚才是折价还是议价 折 折价 花了95嘛 面值100 折5 借债权投资成本100 带银行存款95 折价带的是利息调整 第一个呢 没什么可说的 往下翻 刚才我说过很多遍了 我说这个债券投资啊 就是把钱借出去 因此你测算的就是 你的每年利息收益是多少 你的最新的本金是多少 我们开始往下看 第一年年初本金95 5.16%是吧 咱算一下 5.16% 第一年挣多少钱 95 乘以5.16% 他挣的是4.9% 然后你拿到多少息啊 4 按照约定给4 有0.9没给你 不没给的怎么办 还要吧 要啊 你会追加到本金 变成95.9% 懂了吧 那他这个分路怎么写 分路应该这样写 借应收利息4 到点了吗 借应收利息 为什么是借应收利息 它是分次借息 形成是短期债权 带投资收益是4.9 中价差的这个0.9 属于没给其 应该构成本金追加 他这个追本金的方式 是通过折价摊销 来追本金的 那就是借债权投资 利息调整 0.9% 我给你写到这 咱们加深一下印象 这么写 看 借谁 应收利息 多少钱 4 带投资收益多少 带投资收益 刚才写的是4.9 然后呢 挣了这个0.9 他没给你 构成债权投资的 本金追加 他追加本金的方式 是通过充减 折价摊销的方式 就充减折价 利息调整 我这写不下了 利息调整 0.9% 充折价 就会构成本金追加 因为折价是构成 它那个面值的一个背底 这个关系应该好理解 自己看 来 他这也有 看 借应收利息 再换一次 4 然后这多少 4.9 这不差个0.9吗 对 追加本金 追加本金的方式 是通过充折价完成的 因为当初最早的 利息调整 不是在带一方吗 你把它充一部分 它的折价 就会少一部分 折价少了之后 你的本金 就会追加一部分 知道这个关系吗 追本吗 有的管这个叫 折价摊销 其实它的最本质的意思 是追本的意思 每年都这么写 最后收4就可以 借银行存款 带营收利息4 来来来看这 第二年呢 年初本金是95.9 再乘5.16%是4.95 我给你乘一乘 95.9乘以5.16% 4.95 票面息是4 有0.95 没有给追本 95.9 加上 而追到96.85 依次滚动 都涨一个模样 那么第二年的分路 念一下吧 借什么 应收利息4 带投资收益 4.95 中间差的 这个0.95 是借记债权投资 利息调整 0.95 OK 每年都这么做 最后这件记者 是嘎其的 为什么 它本身是约等于吗 前面那个5.1% 是约等于 它不是特别严谨 因此最后这个数 一定是嘎其 不然的话评不了 你反正 我最后得收104 我的年初的本 是98.9 一几就出来了 这点呢 要知道 行了 这它的数据关系 但是这个关系 说到这儿 还得再总结一个问题 你告诉我 每年的票面息一大 还是实际收益的 实际收益大于票面息 那就说 在折价前提下 分次结息的债券 折价前提下 每期的投资收益 买方的角度 每期的投资收益 一定大于票面息 其差额 追加本金 直至面值 什么叫直至面值 你可以看一看 它每年追的这个差 这个追0.9 就每年实际收益 和票面息 差的这个数 正好把这个折价 全部冲平 这个呢 这是 点95 这个呢 差一个 加1 这个呢 差1.05 这个呢 这个是4和5.1 比差1.1 看见没有 正好5 因为我刚才说了 每期投资收益 始终大于票面 差额追本 追本的标 表示方法 就是充减折价来追本 知道不 它每期 充一部分折 充一部分折 最后把这个折价 5全部充完 来 赞巴刚才那句话念一遍 分次付息的债券 在折价前提下 每期投资收益 始终大于票面 差额 构成什么折价 摊销 其实是追本的意思 最后把这个折价 全部摊完 把本 追到面值 好了吧 这是它的一个规律 还有一个问题 它这个 贪余成本 是越来越大 还是越来越小 越来越高 它这个收益 是越来越大 还是越来小 越来越大 贪余成本 和投资收益 成上升态势 齐了 到期 到期就没有 利息调整了 出没了 刚才不是 给你算过了吗 每期投资收益 和票面期 差的那个数 叉叉叉叉叉 整会把它折价 摊完 最后没了 按照100收回就可以 接一行存款 带债权投资成本100 再来个亿的 这个债券的这个题 跟刚才那个题 把数改了改 就是买价变成101了 交易费10亿 入账成本102 面值107限5年 票面息是4万 都一样的 其他条件都一样 就是把入账成本 改成102 意价再来一次 画图 来看这个图 它的限值是102 它的中值是44444 100 这个连坠利率2 应该使得 他们俩的话呢 就是44444 跟100的折线 正好等102 这个呢 设成的一个 关系式就变成这样了 4除1加2 加上4除1加2的平方 加加加加 加104除1加2的平方 等102 2约等于 3.56% 这是已经算好了 来来来 就这不一样 别的都一样 低步 低步 借债钱投资成本100 利息调整 溢价值是 但银行存款102 然后呢 剩下的话呢 就往下算呗 刚才是3.56% 来标这 先看头一年 102乘以3.56% 它的投资收益是3.63 票面息呢 14 这个票面息比它大 你没发现吗 大了个0.37 这啥意思 就说我挣3.63 对方给了我4 多给了个0.37 多给的是 构成本金充减 充完本金之后 我的本金还剩102.63 分了怎么写 我给你写这 借什么 应收利息 解4 投资收益呢 投资收益啊 投资收益就刚才说的 那个3.63 中价差的这个 0.37可咋整 带债权投资 利息调整 就是充本呗 充本的话是以充减 溢价来完成的 会了吧 第二年年初的本金 变成了101.63 再乘3.56 再来一次 投资收益是3.62 约等 又来个 票面息4 又有一个 0.38 没有还 0.38 完了以后 剩的本金 变成了101.25 分入 再来一遍 借应收利息4 带投资收益3.62 带债权投资 利息调整 0.38 OK 构成本金充减 它这个本金充减的方式 表现为充溢价的方式 最后 嘎其3.56 这就不用再说了 是用这个 挤了他 等于他 来 再看一遍 分路 借应收利息 带投资收益 看这次是溢价 带的是利息调整 收息则是借应商存款 带应收利息 回过来 在溢价前提下 分次结息债券 它有怎样的数学规律呢 你会发现 每年的票面息 都比实际收益大 它的差额构成 本金充减 就是充减溢价 会把溢价全部充完 刚才这个溢价是几来的 是2对吧 来来来 咱看看 第一年充多少 .37 第二年充多少 .38 第三年充多少 .4 第四年充多少 第五年充多少 这个充 充 .44 看见没有 正好等于2 会把溢价全部充完 来再念一遍 分次负息 到期后面的公司债权 在溢价前提下 每期的票面息 始终大于实际收益 其差额构成 本金充减 直至面值 他会把溢价全部充充充充充充 充没 最后使得整个价值 正好等于面值 按照面值收回就可以 还有一个规律 就是他这个 他一成本 和他的投资收益 是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OK 看最后 按照面值收回就可以 解银行存款 代债权投资成本100 再来一个中间不结息的话图 还是这个题改改样 这次中间不结息 还是五年期 12345 面值100 面率4% 中间不结息 那最后是120 然后他的限值是多少呢 限值就995 利率2约等于几 咱算出来了 是4.79 这个市的怎么满足 那就是120除以 1加2的五四方 等于九数 没错吧 中间没有钱的 4.79 就这个 120除以1加2的五四方 等于九数 二约等于4.79% 4.79 看看他这个题怎么做 上 借债权投资成本100 代债权投资 利息调整之折价5 代银行存款九数 中间不结息 这全空的 看见没有 第一年 挣4.55 咋算的 刚才的4.79% 来着 4.79 来挪过来 4.79 乘过来 95 乘以4.79% 投资收益是4.5 然后他没给钱 滚入本金 加到95身上 变成 99.5 这份诺怎么写 记者 借的是债权投资的应激利息 这次不是应收了 是应激利息 为啥不是应收 中间没结钱 结 是 投资收益呢 投资收益 投资收益 你刚才算的是4.55 中间是不是差个0.55 这个是贪销所谓的折价 利息调整 贪销折价 其实就是追加本金的意思 0.5 再念 借债权投资 应激利息4 带投资收益 4.55 中间差的0.55 是借债权投资 利息调整 0.5 搞定 然后第二年 年初本金 是99.55 再乘 4.79% 为4.77 又没给钱 滚入本金 变成了104.32 意思滚动 滚动 滚动 最后滚出个 120 挤了它 出来个几 5.44 是最后这年的投资收益 OK 来 换成分路走一次 第一年是借应激利息 应激利息 应激利息 它不是应收利息 它不是应收利息 因为它是中间不节息的 然后这是折价摊销 这是带投资收益 每年都涨一个样 最后的话 会把这个折价全部摊完 最后按应激利息20和100的面值 收回120 就可以 这个规律是怎样的呢 就是中间不节息的债券 甭管折价溢价 它的贪余成本和投资收益 都是往上走的 因为它是滚动往下加 来我们看看它的原则 以债券的期出贪余成本 乘以实际利率测算投资收益 具体的分路 借应收利息或应激利息 这是分次节息的 形成短期债券 这是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的 形成的是长期债券 然后带投资收益 是用期出贪余成本 乘以实际利率来测算 中价差呢 折价在借 溢价在贷 看见没有 借债券投资利息调整 是贪折 贪易的话是贷 债券投资利息调整 搞定 它有一个数学规律 我们刚才念过了 再来一次 分次付息到期还本的公司债券 折价前提价谁大 实际收益大于票面 差额追本值着面值 它这个差额最后 会把全部的折价 全部给贪完 使得本金等于面值 每年的贪余成本 和投资收益成上升态势 溢价是反着的 票面息始终大于实际收益 或者叫实际收益 小于票面息 差额充本值着面值 会把溢价全部充完 它的贪余成本 和投资收益成下降态势 而中间不截息呢 中间不截息的话呢 每年的投资收益 和贪余成本都往上走 没有 不用去管它折价 它这个规律是一样的 因为它中交不截钱嘛 这个的关键考点集中算 投资收益怎么算 贪余成本怎么算 到期始 这个已经说过了 接一行总款带成本 这是中交不截息的 最后所有的利息 看看这个地方 你算什么 算投资收益 哪年的 21年的 啥会买的 20年买的 那你得从头算 看两年的嘛 让你算 这是20的 这是21的 先说刚开始买的话 花多少钱 单张1049 买了多少张 买了8000张 然后花了这是839万2 839.2 839.2 再有一个交易费 8000放进去 就是840万的入账 OK 每年复息 到期还本 840万 这写上840 它这个没有包含 什么到期没解析 就是买价 加交易费就可以 然后利率呢 5.33% 按照这个算 你投一年 投资收益多少 840 乘以5.33% 投资收益是44.2 772 然后这儿 结析 结多少 票面值是 800万 看 票面值是800万 800万的6% 应该是48 是吧 800万的6% 800的6% 就是48 然后这点的本 会变成多少 你这是折还是一 一 票面值比它大 840加上 44.772 这是年底的本息之和 减去48 它的本金变成了 836.772 然后拿它再乘以 5.33% 投资收益是 44.5 999 44.5 999 算谁呀 算这个 算币就可以 这没什么技巧 一看就会 下面我们开始讲解 有关债权投资的一些 特殊处理 债权投资 提减值是它的第一个特殊处理 债权投资 提减值 首先呢 它的损失科目 用的是信用减值损失 因为它是基于信用风险而产生的损失 使用这个科目的 还有谁 应收账款 还有谁 其他债权投资 他们俩的话呢 提减值也是用信用减值损失 这样子啊 我们先来道题 把它展示一下 这道题的基本数据和前面的那个教学的那个基本案例是一样的 主要是方便对比 请听题 二零年初 假公司买了已公司 年初发行的公司债券 面值一本 面率百分之四 每年末复息 到期还本 期限五年 你看这数都一样 来 画成图 长这样 首先 它的期限还是五年 一 二 三 四 五 第一年多少 第一年是2020啊 第二年2021 第三年 2022 第四年 2023 第五年 2024 这样子 年初的本 花多少钱 95 每年 接多少席啊 四 每年 接些四啊 接些四 到期呢 到期 本一百 连坠利率是多少 5.16% 5.16 这都做过好几遍了 你就说基于它怎么改吧 这都一样 第一笔分路 借债权投资 面值一百 折价五花九十五 我就不念了啊 这个好几个都是这样做的 走 到第一年底出现了残危机 你咋知道出现残危机了 这个有很多个原因 在这呢 我们就不说太细了 反正看着它就 哎 不行了 不行了 经过预测 站在20年底的这个角度 未来的四年 因为还有四年嘛 它的回流现金是四四四和八十 原来是四四四一百零四 显然它出现了现金流的少 这叫减值损失 你这个减值损失 你咋算 就说呢 你拿谁做参照 你看参照得算可收回价 债权投资的最新价 只能用最新的未来流量 匹配实际利率折现来定 我待会给你展示 在这呢 你这样子 我先把20年的账 该铺垫的先铺垫完 借应收利息四 代投资收益四点九 这是折价摊销零点九 借债权投资利息调整零点九 收息四 这都是咱们刚刚做过的啊 你就说到年底的话 它这个本是多少 七点九十五对不对 加了个零点九 九十五点九了 那你看在20年底 它的最新可收回价是多少呢 我们假定5.16%为实际利率 实际上这个应该是单给一个 看他说 未来的这几年呢 三年的稀释每年四 最后这一年的本稀释八十 长这样 看 这是你的第一年 你看咱在队上 这是投资收益 这是贪余成本 这刚才做过的啊 然后在这个位置出现什么问题呢 说对方不行了 经过认定 未来的这四年的流量是四 四四八十 这四四四八十折线 按照实际利率 5.16%折 折呀折 折到这儿 就是21年初 20年底 是76.28 这个数 四除以 一加百分之 5.16 四除以 加百分之 5.16的二次方 四除以 加百分之 5.16的三次方 八十除以 加百分之 5.16的四次方 为76.28 就这个数 显然和 他一成本相比 贬值了 19.62 分了怎么写 借信用减值损失 带债权投资 减值准备 19.62 搞定 债权投资 提了准备之后 将会得出一个差额 叫债权投资的账面价 也就是债权投资减去 债权投资减值准备 那个差 叫债权投资的账面价 也叫债权投资的贪余成本 贪余成本 一般来讲 应该是指的债权投资的账面余额 但是如果他提了准备了 应该是替掉准备那个差额 叫账面价 那个才叫真正的贪余成本 看看他的数据关系 刚开始95 挣了个4.9 票面是4本金加到这儿 然后刚才的可试汇价 算出来是76.28 提减值19.62 算一下 95.9 减去76.28 提减值19.62 没毛病 借性减值损失 带债权投资 减值准备19.62 当提完这个准备之后 在21年初的贪余成本 就瞬间变成了76.28了 而76.28 显然他是贪余成本 账面价这个数 那他怎么算的呢 是用债权投资减准备的差 算出来的 那在这里面的话 最关键的就是 他怎么去算可收回价 我再重复一遍 怎么算 用最新未来流量44480 按照实际利率 实际利率 我们这假定他是实际利率 实际上应该单给一个 折出这个限值 叫最新的可收回价 然后相比他一成本 出现了贬值19.62 做这个处理 再来 那你后面呢 说21年你的投资收益怎么办呢 先别着急呢 我们先看21年底 有什么事发生了 对方才微就缓解 未来的结款变成了 4 4跟90 原来的话认为是44和80 恢复了呗 我们假定5.16%为实际利率 来找这个图 在这个图之前 先算21年的投资收益 用七出贪余成本 看好了 七出贪余成本 不是那个债权投资的余额 是七出贪余成本 是什么意思啊 是七出的债权投资的余额 减去准备形成的差 也就是账面价 乘以实际利率 叫新本乘以新利率 这是减之后的算投资收益 新本乘以新利率 算投资收益 3.94 借应收利息4 带投资收益 3.94 嘎叉 带记债权投资 利息调整 0.06 OK 收息正常算 然后站在21年底的 未来的流量是 44跟94 没错 94 这样的话呢 它的实际利率 折现值是88.25 你看看这个图 我们这画的更明显了 这是新的账面价 76.28 这是这一年的投资收益 怎么算呢 新本乘以新利率 算出来的话呢 它的摊益成本是76.2 我给你折一下 是76.28 加上3.94 减去一个4 然后它的可收益价 88.25 怎么来的呢 是44跟94 按实际利率 又是它 折现值是它 怎么折呢 4除以1加5.16 加4除以5.16的2次方 加94除以5.16的3次方 折现值是88.25 恢复了个12.03 你前面提过多少减值 你等着往前翻一下 你刚才提了多少减值 你刚才提的减值是19.62 你这次恢复多少 恢复的是12.03 有没有恢复帽 没有 提几个恢复的顶线 就是提过数 你没有恢复帽 可以恢复 恢复吧 恢啊 这儿 借债权投资减减准备 带信用减值损失 12.03 不要超过计题数 这是刚才这个推导过程 来转化成数字 再看一遍 年初的最新账面 投资收益 新本乘以新领算的 票面714 最新本是这个 然后可收获价是88.25 恢复12.03 紧挨着在二年初 把他给卖了 卖价98 交易费1.1 净售价是96.9 然后他的准备 这是当初提的19.62 这次恢复了个12.03 目前剩的是7.59 债权投资的成本面值是100 折价还剩4.16 看最早的是5 摊了个0.9 又加了个0.06 这个余额是多少 算一下 余额是95.84 没错吧 95.84 95.84 减去7.59的准备 账面价是88.25 88.25和96.29 自己特计算 正多少 8.65 投资收益 代计8.65 来念一遍 借银行存款96.9 借债权投资 减准备7.59 借债权投资 利息调整4.16 带债权投资成本100 带投的收益8.65 搞定 讲完了案例展示 我们进入理论总结阶段 先看它的减值迹象的判定 当金融资产 预期未来流量 具有如下不利影响的 一项或多项事件的发生 认定它出现了减值 这里面给的是一些减值迹象 说到这儿 我们需要延伸一下 有哪些资产 不用看 有没有减值迹象 到底去测减值的 撒 商誉 没有期限的无形私产 还有谁 研发支出 借方余额 这个说我好多遍了 但是像这个的话 得有迹象 采取测减值 第一个是 发行方 债务方出现草困难 第二个 债务方违反合同 该偿付的利息本金 出现了逾期和违约 第三个 债权人出于和债务人的财务困难 有关的经济合同考虑 给予债务人在任何其他情况下都不会做出的让步 这句话呢 翻译成人话 就是债权人让步了 债权让步 咋让步啊 损失了呗 第四个 债务人很可能破产 财务重组 像现在的恒大不就是吗 第五个 发行方或债务人财务困难 导致该金融资产的活跃市场消失 被停牌了 第六个 大幅折扣购买或原生一项金融资产 折扣反映了信用减损的事实 这些一个或多个事件 基本上证明 它的确不值钱了 应该测试简直 提简直的分路 借性简直损失 待债权投资减值准备 一定要注意 债权投资 减掉债权投资减值准备 其差额为债权投资的账面价 也叫债权投资的贪余成本 提完减值后的后续投资税益是新本 配新率 你可收回价撒算了的 刚才你也看了 用未来现金流量 匹配实际率来折现 债权投资减值之后的投资税益 用新本乘以新的内涵利率来算 债权投资减之后可以恢复 但不要超过计题数 债权投资的贪余成本 也叫债权投资的账面价 是用债权投资余额 减掉债权投资减值准备 形成的差额 再来 提前要是卖了 借银行存款式净售价 借债权投资减减准备 带债权投资三名席上 挤出一个投资收益就可以 还有一个特殊处理 叫提前还本 这个也比较特殊 提前还本这种事 先来一道题展示一下 20年初 假公司买了个债券 剩余7500年定为债权投资 买价90交易费为5 又是刚才这个数 面值100面率4% 每年不复息到期还本 这都一样 我就不再画图了 它的内涵利率 5216%已经说过了 你就看它哪改了吧 第一步抄的跟前面一样 往下来 第一年跟前面一样 第二年跟前面也一样 看好了第二年底出事了 这前面做过的 不用说了 第二年底出什么事了呢 他说 22年出 等会儿 22年出是第几年 20是第一 21是第二 第二年底 第三年出 预计未来要收回一半的本 啥啥啥收回一半 就是在第三年底收回一半 那就变成这样了 看 这不这个二年出吗 这第三年年出啊 本来它的摊移成本是 96.85 是刚才延过来的 然后现在发现说 未来的这三年出什么问题呢 当年底会出来 54的收回 54 其中本是一半 50嘛 利息是4 然后第二年就站在这个第三年年初的第二年 那就是23年底位 收回 72 为什么不是4了 因为本切了一半了 最后收52嘛 就变成了新的流量 54 252 用旧的内涵报酬率 去折现出一个可收回价97.87 与此时二年出的最新贪余成本96.85相比 出现了一个调增贪余成本1.02 啥意思呢 就说你的第三年年初发现呢 说这个对方可能会提前还本 提前还本的话呢 发生在第三年年底会还一半的本 然后剩下的话就变成了第一年 就站在第三年年初来讲 就第一年年底是还54 第二年年底还2 第三年年底还52 就新的这个流量出现了一个变化 此时应该怎么办呢 根据预计的提前还本的节奏 算出它的最新折现值是97.87 你用哪个利率啊 用旧的利率 他这要求用旧的 原内涵报酬率 折出这个数和当时的摊余成本96.85相比较 出现了增值1.02 借记长期资产 这个资产叫什么 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1.02 代记投资收益1.02 就是追加这个长期资产的成本 借债权投资通过什么方式追加呢 就是摊折价 借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1.02 代记投资收益1.02 来 再来一遍 就是根据你的新预计 算出未来的流量 算出未来的流量 是这样 这个看着吧 还没刚才这个图好看的 就这个 第一年回来54 第二年回来2 第三年回来52 这是未来三年 因为你站在第三年年初嘛 你还剩三年 用旧的内涵报酬率 折出一个可收回价 97.87 与当时的第三年年初的 贪余成本96.85去比对 出现增值1.02 确认为投资收益 那你后边怎么办呢 后边接着算呗 你反正22年初变成了 纠结 97.87是吧 然后呢 投资收益正常算 乘以5.16%呗 然后结本息54 剩的是48.92 我给你对一下 97.87乘以5.16% 投资收益是5.05 票面息是4 本收回了个54 我给你加一下啊 97.87加上5.05 减去54 剩下的本金是48.92 一直往下捋就可以 来看分路 解应收利息4 带投资收益5.05 嘎叉 折价摊销 1.05 追加本金 收息14 这是收回一半的本 接一行送款 带债钱投资成本50 然后剩下的话呢 这是他的 第四年了 应该是 投资收益 就这个呗 这个了 2.52 2.52算过来 票面息是2 因为他收回一半本了 这样的话呢 折价摊销是0.52 收个2 24年 接着算呗 投资税是2.56 折价摊销 0.56 收 吸收的是2 然后呢 这个成本升50 收回就可以 齐了 我们简单的把它总结成理论 提前还本 应重新测算 贪余成本 咋重新测算呢 用新的流量 配旧的内涵包 抽离折线 刚才你也看了 差额调到 债权投资的利息调整项 同时追认或充减投资收益 行了 这是债权投资的一般核算 和特殊核算的完整展示 债权投资是基础知识 一定要全面把控它的 基本核算和特殊核算